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下節目內容 只反映主持人及參與節目人士之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各位觀眾 我現在位處這個位置 前身就是以前的柏球書院 然後呢 這個也是前身 太平山安老之家 大家都隱隱約約 還是見到那個名字 這個太平山安老之家的對面 就是很多人去靈探的達德書院 為什麼我會來這裡呢 一來呢 這間柏球書院他不做 搬到別的地方之後 他一直賣本 後來呢 就這間太平山安老之家 接手之後呢 入住率一直都不高 做了差不多兩年左右 就連這間太平山安老之家都沒有了 那麼 這裡一荒廢了 就變了很多打WARGAME 或者靈探的人的聖地 我有個觀眾在附近住 他呢 就知道有這間太平山安老之家 那他本身呢 就想入達德的 但是去到呢 就見到那個看更守住 他有沒有進去 他說喂 對面對面有一間 安老之家荒廢了 進去看看也好 那麼幾個人呢 就齊齊跳進去呢 就在這裡周圍走 實質我們都是自己走 用我們的方法進去的 大家都看到裡面的環境 我那段片裡面看到 又間了房間 又有皮鋪 你就知道之前的前身 是做安老之家的了 不要以為這裡很晚 這裡入夜 其實上高有人住 所以經常都會有很多車經過 那麼那幾個人呢 就爬了進去 就周圍看了 建了房間 就好像很有趣 那麼就整個牆走運了 因為這裡其實很大 你見到呢 其實床位都很美 你沒有回到那裡 就沒有人進來這裡住 那麼他們就奇怪 為什麼 沒有理由 其實環境不錯 為什麼一天住 都一直都不高呢 實質大家都知道 旁邊達得 幾什麼才可以的 那麼他們兩個呢 一直走著的時候 那麼就逐間 逐間房好奇去看 當他們整間老人院 走完之後 翻出來的時候 他忽然間見到其中一間房 有個老人家 撿屁 喂大哥 這裡說明荒廢了嘛 老人家怎麼爬進去 其中有一個好奇 他又好奇又害怕 就是我的觀眾 其中有一個朋友 這樣走著 喂 你見不見到那間房間 有個婆婆在那裡撿屁 他們轉過來看 一起看那間房間 黑奔奔 你怎麼會見到那個人 不是啊 那個婆婆很低身 在那裡撿屁 然後那兩個呢 再看真一點 然後說沒有的 走啦 不要管啦 接著 三個人呢 知道糟糕 看到東西 他們呢 探險 他們不是靈探 他們純粹進來看看 或者進來打WARGAME 那些 試一下適不適合位置 看到東西當然要走 三個人呢 趕快爬出來 經過門口 爬出來的時候 有一個呢 就 被那條圍欄那條鐵 勾著褲子 喊了兩個朋友幫忙 兩個朋友死都不肯幫忙 不斷一跳下去走 搞錯啊 不幫我 不斷弄一整 終於弄掉了 那三個人呢 趕快沿路 走回去 出去平山路口那裡 接著 他那個 我的觀眾和朋友 就先走 他跟著第三個人呢 被人勾著欄杆那個 就在那裡罵他 喂 三個人沒有義氣的 看我走你都不幫忙啊 勾著 勾著在那裡欄杆 然後 我的觀眾呢 定一定神 跟我說 你不是被人勾著的 大哥 你是被婆婆 拔著你 拔著你 的衣服啊 哇 我當然不會 我們當然是走 你們兩個人 明知有婆婆拔著我的衣服 你都會走的 喂 我們不懂 不懂法的嘛 誰知 見到當然要走 然後 他們兩個人 還沒有義氣 問你怎麼脫身 我根本就不懂 有婆婆 如果是有婆婆 嚇到賴尿 還敢 我以為被門的尖刺 她說不是啊 我們看著那個婆婆 那個婆婆穿著 是不是 你見到那個婆婆穿什麼色衣服 穿那些黑色那些扯的衣服 剛好那些光返進來 我看到她的房間 他就是穿那些衣服 嘩 三個人呢 三個人 害怕到 趕快 本來打算搭輕鐵 看到有的士來 趕快截的士 就回到屯門 他說你以後不要說 打窩遊戲 再走進來都沒有搞 不過這裡裡面 如果真的開到安老院 真的挺好還原 不過糟了糟了 不知道是否陰氣重 又對面很多墳頭 你知道老人家窄洗 用什麼住兩住就住在對面 不過這裡呢 唉 你們有興趣進來都可以試一下 不過呢 你小心喔 爬進去的時候 很容易被人卡到的 到時不知道是否有人拔你呢 我就不敢包了 我發覺呢 用個高譜 如果夠光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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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挺好 我們把高譜放在肩膊裡拍的 不過 Albert應該是較快了的 是 他不可能走得那麼快 大哥 一會兒就走完 可能他見到一段片 那個耗時都比較久 你知道我們節目的那個幅度有限 他就收窄了 是啊 如果不是大家看不完整段片 好像有頭又沒有尾 這樣就看得不過人 是啊 就是 用個高譜的效果 不過要給它一些光 就這樣不夠光 始終 打了一點點燈 是啊 當然有下燈 不是哪有那麼光 打了一點點燈 黑 我們的燈 黑 我們去的地方黑 黑 有燈 不可以的 是的 我們說完之後 那段 我們調整 大家引減 這個最後一節一定要說完 它 那其實 星期二的時候 剛才說過星期二 我們上一集節目開播之前 說到大家可能 爺奇為什麼講到好像以前 漫漫的雨 長片 V 混亂的 你們如果不相信那些人 你可以當一個故事這樣聽 因為每個人的經歷都不同 我講的只是我自身的經歷 我自己見到 你覺得不相信 你可以當一個鬼故這樣聽 因為這個節目的前提 我講的任何東西都是跟大家分享的 我就說見到那個東西 又是站在同一個位置 我就見到他伸了一隻手 我不太記得左手和右手 他有一隻很長的東西 他是勾住在熊媽居士的頸背 我就見到熊媽居士在那邊點來點去 我當然頭縮得更加低 因為從來沒有見過 這麼近距離原來那個叫樹繞 我其實是不怕老實說 先人其實是第二次了 大家都知道的 他上次那個樹其實我真的見不到 甚至那些師傅說收了一個棕 聞到樹的那個味道 我都不知道的 因為我不是很近距離 他舔了這麼久我都沒有見到 但是這次真是兜口兜面 他不是收了在三個藥水瓶裡嗎 三個藥水瓶 這麼大瓶是嗎 不是 這麼小小的那些咳藥水瓶 你拿起來呢 你發覺三個瓶是有不同的重量的 直接有買不同的 你感覺到呢 是空的嘛 你看來什麼都沒有的 是 刺的 一個瓶 刺什麼都沒有的 是啊 因為我 他之前中過的 但是我是見不到任何的entity 就是見不到任何影像的 我都覺得中了 咦 平時跟狀鬼有什麼分別啊 那時候還是覺得很虛無啊 那次星期二的時候 真是兜口兜面見到他們是直接是 他們是頑強的 他們是有攻擊性的 嗯 他們是直接是伸上手去 他覺得我就真是害怕了 嗯 因為從來沒見過有這樣的經驗 我是真是縮在椅背後面 然後心裡面在念咒的 嗯 那 因為那個人很寒 整個studio 那個溫度很明顯是下降的 那先不要說我們studio本身的冷氣又大 但是那種溫度不是冷氣的那種溫度來的 嗯 然後就 熊馬居士就 突然間的面色就變了 那就 就渴著他了 就說你做點東西啦 這樣 我們才開球啦 嗯 接著就見到他做了一些東西 那個 那隻東西呢 就整個馬上彈了出門口 嗯 他就站住了在門口 外面的 我面對門口的左手邊那棵牆 等他走的時候他又帶進來 帶進來就正常啦 他又黏在我那裡 當然是帶著你啦 怎麼會不帶著你呢 不帶著 兩個輪流教 啊 蛤 你跟他而已嘛 一定是你兩個受的啦 我都知道的 蛤 那一刻我打死都不去 蛤 怎麼知道星期二 其實那一晚回到去 我就發燒了 嗯 我是回到 我是一直回家的時候 我是 好像適合了東西那樣 就是好像你喝了酒 有沒有試過 就是我自己試過 小時候不懂東西啦 那就吃了藥 嗯 那還要去喝一些有酒精的飲品 嗯 那種感覺是在那裡發來發去 然後你看東西是有兩個影 雙重碟影 嗯 那我一直是 搭地鐵沒有東西 那就因為我那時候 是我和熊貓居士的師叔 一起搭地鐵 回家的 那中間在旺角 我和師叔分別了之後呢 我就搭回車去我自己的站 嗯 一下車 我就開始很不舒服的 那個人是 開始很發 就是好像喝了酒 然後又吃了藥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一路走回家的時候 是要找東西捧著 那回到家坐下了之後 我打算休息一下 可能突然間 因為我有一點點 其實我是有血壓低的 嗯 那我想是不是一時血壓 血糖上不了去呢 嗯 坐下了之後 整個人突然很滾 嗯 特別是個頭 然後我是右邊那隻眼呢 好像扯住了那樣動不了 那些人就 喂 現在翻風的夜期 穿多件衣服啦 是不是懶惰啊 我不怕告訴大家 我這個人呢 就很疼命的 嗯 有一點點冷呢 我就會適冷氣 要不就穿衣服 那大家看到我這時間 其實你看看 我都已經穿了半袖 蓋上了個靈子 所以其實不是懶惰 那跟著 我第二天起床 也是維持住這樣 我是右邊眼是轉不到的 我整個人是要這樣轉的 維持住都是這樣 接著去到下午四五點的時候 星期三 四五點的時候 開始有人又發燒 我簡直是搞不定 我是要跟我上司說 我很不舒服 我好像發燒 我要回家 嗯 一直回家的時候 又是那種感覺 跟著回家是馬上吃了一隻 那種子痛退燒 我很記得那種藥 我特地找我朋友 在日本買回來的 因為那種子痛藥很厲害的 那種藥 一吃下去基本上 你什麼都止了 我吃了之後 好像睡著 睡著 誰知道第二天早上起床 我記得六點半、七點 我是一個人發冷醒了 然後全身痛到動不到 嗯 然後是發高笑了 我知道 嗯 然後其實那天我已經馬上發信息 給熊馬居士 接著熊馬居士告訴我 他昨晚又是突然間 全身發 即是突然腳軟 頭暈 嗯 他是突然間很不舒服的 因為你也知道他的身形 跟你差不多那麼高那麼大 都很健碩的 嗯 嗯 接著他說不要了 不如這樣吧 十二點多時我過來 家裡那邊 我幫你再清一次 我說不要了 我在想會不會其實真的我感冒呢 嗯 那我再睡 我再多睡一會 吃了一粒感冒藥的 嗯 然後我頂到三點鐘的時候 我去看醫生 那個護士和我探業 小姐你還在發燒 但我不是 我吃了退燒藥 你還在燒 然後我進去見醫生的時候 醫生就說 你像是感冒 但是你又沒有其他症狀 我是怕你裏面不知道什麼事 怕你裏面不知道哪一部分發炎 他說如果你星期五吃完 我開一些更厲害的消炎止痛特效藥給你 如果你吃完 你星期五都還在發燒 你星期六再見我 如果 因為他是講到可能 好像有機會要寫紙給我入院癡 不是啊 感冒菌最怕的就是內臟 是啊 那一刻但是我真的不像感冒 我個人是日後很精神的 我是做事 我的思路是很清晰的 轉得很快 但是當去到四點的時候 一發燒就來了 我個人是好像停了功能不到 那到吃了醫生的止痛藥 那我其實是星期二到一後 我是繼續吃一些 我實際是要頂不住了 我是 熊媽居士就給了一些符水 我說 你回去喝 我是繼續喝 然後去到星期四 我吃了一些大藥 我拿來送藥 然後去到星期五 就終於真的退了銷 後來我就問熊媽居士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不妨跟大家說 當我去跟熊媽居士說 疑似他拿了東西 其實我心裡已經有個底 這次做頭號炸糧還不是我出事 但是我就低估了 就沒有想過會這樣 都很幸運 就是小小的發燒 過了去就沒事了 麻煩你 拍攔檔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會中的 我也是去拍攝的 不過跟著其實我問回熊媽居士 只不過詳情可能下次熊媽居士會說回來 嗯 那我聽她說 其實是 我自己其實上個星期二的時候 見到那個位 那個位 嗯 我第一個 突然間有一個 有一個直覺 第六感告訴我 你是在那間屋裡 招回來的 嗯 接著熊媽居士 我就星期六吃飯的時候跟她說 她說應該都是 都是 都是在那邊 然後她說 你之後再去了那個海灘的 嗯 她說是在那個步 嗯 嗯 那間屋啊 那間屋 那間屋我們都走了很久 但是她關燈那一刻 其實你記不記得 那時候我看完那段片 我跟她說 她關燈那一刻已經被釋怒你了 是啊 眼燈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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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她是在那個現場說的 我們照在那個現場說的 是吧 通常那些人拍完那段片 是去到另一個地方才說的 嗯 我們不論照在那裡說 免得 我們有氣氛一些 嗯 嗯 不過呢 是的 最近都是有些雜勢的了 為什麼呢 其實我 除了我們認識那個館的師傅的朋友 都 我自己聽到有其他 就是有些師傅那些館的朋友都說 其實現在這段時間 自從生竹之後 就很多樹繞那類的東西 被人家炒起了 是啊 是啊 那就 因為吹倒了些樹 那他們可以溶新的地方都已經沒有了 那他們可以還躲在那裏 那唯有在街上癡癡癡癡癡 那哪一個不幸運的 就是比較弱一點的 好像先人這些 就好像我這些 那樣子 當然欺負我們的了 是不是 阿Paul說什麼 找到那個本體 砍去那棵樹 那麼容易嗎 是啊 他們不敢做的 是 他們通常是收了它 然後導化它 然後放回去 是啊 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 那麼多棵樹 你以為容易嗎 不是啊 你數過全香港有多棵樹 不是啊 是沒有這樣的必要 是啊 還有就是 你都是殺生的 是啊 你都是作業的 其實那邊的師傅 就是大部份 以我所知的那些師傅級的 他們都是會收了它的一個容器 然後他們會拿一個袖 封住了那個瓶蓋 就讓他們沒有那麼容易爭脫 再走出去再惹禍 然後放它 上次有紅包軍事給我講的 就放它在地主公公那裡 是啊 那間不中師公啊 那些大臣 那樣就去教化他們 就像教書那樣 希望他們變好 然後再去幫人 那樣 那便繫到這樣一幅步了 那他們又可以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 那不是每次都要去說 又要斬殺它 又這樣那樣 大家都是同在這個世界生活的 是 談到就談不會 就是了 是啊 有個加拿馬來西亞這個觀眾說 你有機會來香港找我們 沒有所謂 你吃飯 是呀 什麼什麼 你們講這些 你吃飯 我們大家一起吃飯 然後就 梁先生 九成九感冒 他是這樣說的 但是 我覺得感冒 我就很奇怪 其實我知道是感冒的 但是我早上上班 我八點半起床 那我上班九點半回到公司 我九點半到四點那段時間 我真的很精神 我個人是真的很精神 好像敲夜那樣 我做事很快 但是一到四點的時候 就不行了 那種感覺不同的 是 整個人是滾的 骨頭是滾到 你是沒有辦法 看著一個焦點 是啊 梁先生想不想試試過 你嘗嘗一下 那種痛法 過底行不行 是啊 是啊 不過說真的叫你跟著我去 我就不 有人說 你下次去叫我去 其實說真的 你去到 你就會肅殺的了 我們去那些地方 我們兩個人走 就去佼佼鎮 是啊 是啊 那所以其實我們 為什麼今集可能說 哇 這麼V混的 你們屈夜期你又吹嘴 其實不是說想說出來 是要大家覺得好像很厲害 感覺到這些東西 其實呢 當你去感覺到這些 感應到這些東西 其實不多不少一個負擔 是 辛苦的其實 我們都是分享一下 因為其實你看到這些東西 是真的會拖低了你自己個人的運 還有是會拖低了 其實有時候你見到這些 你個人長期屬於 屬於驚嚇的狀態 對你自己的身心都不會健康的 是啊 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 希望大家聽完之後 不要經常覺得我們主持人 那樣是鐵打的 其實我們都是平常人來的 我們都好像和你們一樣 我們都會時運低 我們都會糟糕的 我們做這個節目其實是為了 就是分享我們的經歷 分享所有觀眾的經歷 那大家聽 當娛樂 當故事那樣聽 那當然是我們最想做的事情 那另一件事就是 我都不想講那麽多道理 難怪那一陣子那麽負面 搞到那個波仔基金幾乎沒有了 是啊 我不是賭的 我想維持著 我想維持著 我只是買波打 我買很小的 有沒有買綠合彩啊 八千多萬 哈利班特抽 大家 萬聖節快樂 是啊 萬聖節快樂 明天 後日就是 是嗎 今天是30號 不是31號嗎 31號 是明天 是啊 大家有沒有去哪裏玩啊 人家那些鬼節很開心 為什麽中國的鬼節這麼恐怖 還要整個月 不如這樣吧 下個星期二我和大家分享一個 我在萬聖節的時候 遇過的一個 嗯 撞鬼經驗 下個星期二和大家說 今晚有Overround啦 我們下個星期二再見 好 多謝大家陪我們整晚 拜拜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到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控油去屍 固法 欲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 向其他人 來自燃 呼吸 來自燃 超斯不少 有機場 被契約